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刚过 大陆网络就爆出一段高官隐晦视频引爆传媒 爆料人朱瑞峰透露 重庆当局早就掌握这些材料 但是因为薄熙来的保护 视频中的言乱官员反而获得提升 而朱瑞峰手中还有来自重庆公安内部人士的 另外几段视频等待抛出 涉事者是多名在位的正副厅级官员 已经曝光的这段隐晦视频的男主角 是重庆北备区委书记雷正复 视频拍摄于五年前 记录了雷正复和二奶赵洪侠 在宾馆开房淫乱的全过程 据人民监督网主编朱瑞峰介绍 雷正复在担任电江县委书记期间 江县里几乎全部的建筑工程 都承包给他的弟弟雷正奎 一家建筑公司为了能揽到工程 培训了多名美女贿赂当地高官 赵洪侠因此成为淫官雷正复的二奶 随后建筑商将他们的淫乱 过程拍成录像 希望能要挟雷正复拿到更大的工程 但是想不到的是 雷正复以仗时任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的偏爱 倒打一耙 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 将建筑商和赵洪侠抓捕入狱 雷正复本人反而在不久后 获得升职 成为北备区区委书记 在此之前媒体曾经报道 薄熙来为培植自己的势力 一方面竭力打击自己的敌对派系 一方面喜欢对有贪腐猎记的官员进行保护 来让他们为自己效力 朱瑞峰解释 交给他视频的线人是重庆公安内部人员 11月4号 朱瑞峰得到视频 7号对雷正复进行了采访 而雷正复除了拒不承认之外 当晚就开始在公安内部排查线人 并打电话 派人全来劝阻朱瑞峰曝光视频 11月20号 新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刚上任 朱瑞峰就立即将雷正复淫乱事件曝光 23号 重庆市委书记确认视频主角为雷正复本人 雷正复被免职立案调查 但朱瑞峰透露 实际上 重庆市委对雷正复淫片案早就知情 并掌握资料 但一直没有进行查处 按照这个规定 你够不上刑事处罚的 不被这个检查机关批捕的 这些持续危机的事情 公安机关王立军那个专案组 应该马上移交纪委去处理 因为雷正复书记 也必须找市纪委处理的 那肯定是市纪委 早也有这些东西 资料显示从2006年至今 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徐敬业 是薄熙来在商务部内任的老部下 今年初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爆发后 徐敬业一度传出将会下台 但时至今日仍然在位 香港《苹果日报》分析 薄熙来主政重庆后 以扫黑为借口 对公检法系统大肆整肃 数千人被停职 甚至浪荡入狱 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 不少当初遭到整肃的人 想要翻身 重庆公检法内部 混战成一锅粥 但这些爆料视频 是否会牵出更惊人的 官员贪腐黑幕 激发重庆新一轮的内斗 新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又将如何应对 目前还有待观察